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很想去旅游 我是一个活泼 开朗 爱唱歌的女士 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温柔是我的符号 我来自于沈阳的 好了 我们四位女嘉宾已经准备 好了 迎接今天的爱情 那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男嘉宾呢 是一位熟悉的面孔啊 这位男嘉宾可谓是心里边特别轻辱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很坚定 在爱的选择能够找到幸福 欢迎我们男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爱的选择我来了 走的身体挺好 挺本分的 我是来自沈阳的胡雪斌 爱的选择您又来了 又来了 有一年没见了吧 你好 你好 是 是吧 想我们没 想了 成天看电视 你很符合 睡过成天看电视 对 成天看电视 看着真人 看着真人 是看着我们真人 对对对 还是能看着阿姨们真人 都有 都有了 多个阿姨要拿后面 上次来的时候可没掐腰啊 这回来怎么还掐腰 还牛上了呢 在这我可以 可能是吧 熟了 是吧 那咱们话不多说呗 看一下我们男嘉宾的短片 了解一下男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来看大屏幕 16680号胡雪斌 56岁 沈阳人 丧偶有住房 运输司机 儿子未婚 胡先生出生于西风农村 既有房子还有地 但他却不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已经来沈阳二十多年了 一直靠打工赚钱 现在在沈阳也买了房子 正做着运输行业 一个月赚个七八千 不是问题 别看现在的小日子过得滋润 但他还是想着 退休后啊 要过田园生活 夏天去农村种瓜种菜 冬天会城里猫冬 俩人过惬意的晚年生活 女生呢小人 可不行 爱的选择您来了 哎呀叔叔啊 你现在这体格子 这精力还都挺充沛 体格还行 哎呀 拉脚 是怎么个拉脚法 能给我解释一下不 咱都想听听 是蹬三轮拉脚 还是开车拉脚 开车拉脚 开车 对 自己车 对 那也是面前 因为他的工作不一样 他是拉脚的 什么车 货车 货车 来自爱的选择之前 你是各家躺了休息 看电视呢 还是在外边干活呢 机长我是最早 机长我没到六点就走的 订那活 咱们都是电话 都干活 奇怪 爱挣钱啊 拉完脚回来之后 对对 踹兜还是给老伴 上脚 上脚 来咱联系一下密室啊 看看密室 四位女嘉宾 有没有人说 来有我在 你这个活能更好 我能让你生活更美好的 来咱们一号女嘉宾 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你身高有多少 身高可能是一米六八 我们女嘉宾您多高 我一米六 一米六 配一米六八 这个个型吗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一号说话也是 连杨阴啊 是 我是白衣天使 希望你关注我一下 白衣天使 能能 你合计合计 不是医生就是护士 他也不是那个 是荷兰村的吗 这位一号女嘉宾 您是从荷兰村来的吗 对 是的 叫王哪 叫王莹嘛 叫王莹嘛 叫王什么王莹 我的天啊 你是姓王吗 对 是的 我家大宇兰婷 大宇兰婷知道 近一站 我的天哪 你当时叔叔 你当时对他挺有好感的 不是 我看的是关注他 就是在西方 他比我家近 离我住的近 哎呀 看了那么多次 从来没见过面 今天终于有机会碰到一起了 哎呀这就叫缘分吧 来 嘉宾您好 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 五十七 你多大了 我今年五十二 今年五十二 今年五十二 小二十五十二 生儿挺甜 挺甜 挺甜 你喜欢生儿甜的吗 那喜欢 那还说啥了 对 咱女嘉宾您啥职业呀 这生儿咋这么甜呢 我是那哈 现在在那个 烤串店服务员 烤串店服务员 对对 是 就是负责就是点菜 点菜上菜 车主 哥今天想吃什么 今天想吃羊腰串 羊腰串 给你来几串 来一串不够 还有你呢 不够给你不够给你二十串 行 人家说了还有你呢 你能吃几串 我就吃几串 我吃不了几串 哎呀 生儿甜 还好咬我你说 是 吃的还少 我吃得少 这是我们二号女嘉宾 哎呀 这小声 我都合计你俩 就直接你上密室 去看看啥样 得了 就定了吧 对 我猜一下 我刚才偷偷观察一下 叔叔您 您刚才心跳加速没 就跟二号对话的时候 喊你哥的时候 有点 加速是不是 对 就甜哥哥蜜姐姐 哎 心动了 对对对 来我们听听其他女嘉宾 嘉宾好 你好 嗯 身体挺好的 阿姨您是哪人啊 好像不是咱们辽宁的 不是不是 是我是沈阳的 老家是威海 哦 威海的 山东威海的 说听了一股大海的味道嘛 阿姨你说一句 你让我们男嘉宾学一下 男嘉宾你吃饭了呗 吃了 你吃没有呀 哈哈哈哈 你这一下哪去了 哈哈 咱不知道啊 南枪北调 阿姨挺有意思啊 你一会你就多让我们男嘉宾 这个说一说 唠一唠 你提提她的经济神啊 阿姨 好的 山东女人在东北啊 我们四号女嘉宾 你可以见 男嘉宾挺好 有男人味 哈哈哈哈 你搁那能闻着吗 阿姨 我没抹香水啊 没抹香水啊 哈哈哈哈 你看她哪个地方 散发着男人的魅力 你笑得喝得挺有 挺面善的 哦 是 是吧 猜的就一半 你一半啦面善 一半啦冷酷 对 是吧 啥时候冷酷啊 我是那么熟 哦 那么熟 想让你细细的品 慢慢地了解啊 咱们四位女嘉宾 都对自己的情况 做了一个简单的陈述 也对您有一个沟通了啊 对 喜欢谁啊 咱不问 现在先不问 一会儿答案告诉我们 理智的 最理智的二位在这儿呢 帮你推荐一下 我觉得尤其是刚才咱们二号姐姐 那个小甜声一出来 马上你这个笑声啊 更加哈哈哈哈了 所以我觉得声音甜 你一定是对它感觉到非常的到位 甜味嘛 另外一个我觉得咱们一号女嘉宾 一出来之后 你想想 你把人家名字都叫出来了 隔着屏幕那咋回事 让你关注的 莫不如到现在今天见一见是吧 所以我觉得二号和一号 你一定是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今天是最好推荐的一天了吧 是不是 刚才你对那个二号是属于声音 都给你浑身的那个刚才那状态 我都看到了哈 很有感觉 一号离你家又近 谁 你说我现在推荐 我敢不推一号二号吗 我也不敢呢 我也不能啊 你们说的对 那我们男嘉宾能选择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呢 稍后为您揭晓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女嘉宾人美歌又甜 男嘉宾看了离不开眼 我把你发心疼 不想让你流浪 嗯哼 我就是甜甜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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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甜不 甜 是吧 人儿甜不 人儿更甜 男嘉宾讲述感情经历 竟让女嘉宾羡慕不已 不让人说话 不让人说话 老了你多少回报一点 就这个挣钱下来 你说话就是 过日子 对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品牌惠名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易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 沙奇马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 好携带 说起这沙奇马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儿 甜蜜的香气 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沙奇马 还是在用木糖醇 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易生菌 除此之外 还添加了南瓜籽 葡萄干 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坚果的数量 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 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酥松软糯 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易生菌和坚果 无糖 清甜 不油腻的山药坚果 沙奇马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是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 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 益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沙奇马 就真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医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才99块钱 买三盒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 这添加了医生菌 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奇马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染香酥软糯 里面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这里面还添加了医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医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 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 医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 软糯香甜 好吃不粘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精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医生菌 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 一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 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爱的选择 咱们帮您找老伴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 是我们的一位老嘉宾 今天来了一个目的 就是要找到自己心仪的人 第一轮她会选择谁 作为她的约会女嘉宾呢 2号 好的2号女嘉宾啊 来咱有请2号女嘉宾登场 小边姑娘你的芬芳 我把你发心伤 磕在了我心肠 小边姑娘你的忧伤 我把你发心疤 不想让你流浪 嗯哼 那我是来自沈阳苏亚村地 我叫程美琼 今年52岁 许事52 好欢迎您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 不敢吓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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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左手 右手一根蚊子 左手右手一根蚊子 多点蚊子 不是 我想她这个年龄 哪有小话的 你甚至像童年那个声音 我明白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小梁吧 不有温度 有温度 身上甜不 甜 就是甜甜的 是吧 人儿甜不 有点更甜 更甜 穿那甜不 时尚 时尚 时尚啊 把一片萝卜 对我说吗 喜欢 有多喜欢呢 百分之九十点八吧 你不能说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点八 百分之九十点八 对啊 那样啊 今天 咱先看个短片 然后一会儿咱再说你那个几十几点几的事 啊 来咱们看看大屏幕 看我们生活当中女嘉宾是什么状态 21026号 成美群 51岁 沈阳人 离异 服务行业在职 有住房 儿子未婚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如果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 我觉得我是茉莉花 素杰 清纯 质朴 我是一个比较传统型的女人 除了唱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了 宅在家里的时候喜欢看看小说 你平时喜欢看啥类型的小说啊 言情的 有时候也看那个武打的 你还看武打的呢 武打的看什么类型呢 金庸的一般就是 喜欢看结局好的还是结局不好 结局好一点而已 身边的人总说我有时候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可那都是玩笑话 不是从小在蜜罐里长大的 又怎能幼稚下去呢 从年轻到现在 我一直用双手撑起这个家 年轻的时候我靠种地生活 后来拆迁了 我就上烧烤店打工了 每天从晚上五点一直忙到半夜一点 尽管非常的辛苦 也不过勉强维持生活 尽管咒服夜出 在烧烤摊前忙来忙去 可是我依然很爱美 爱穿群日 爱穿高尔鞋 很可惜三年前脚步受伤 做了两次手术之后 就再也没有穿过高尔鞋了 我的梦想很简单 就想在这里找一个宠我爱我 把我宠宠小公主那样的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他两个这个面量 面量50多吧也挺大的 爱的选择您来了 哎呀就丝毫无法想象 你本人的状态和你这个生活经历 好像完全不搭 对 有点不搭 撒药那个事儿 这些甜甜的状态 经历了生活很多的苦 但是很多磨难 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 没有 一眼的 是吧 对 很乐观 很乐观 对 而且你俩这个生活经历有点像 都是干过农活的 对 然后现在是属于勤勤恳恳 一人靠自己的双手在打拼的 对 而且他俩都属于服务行业 都要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 而且他俩你看脸上那个状态都是一样 穿串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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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鸡那个 就是脾气性格被磨砺的都非常非常的开朗开心 我相信你俩要在一起的话 天天不得嗝嗝嗝泉是叫什么 是 吃烧烤不用成问题 太厚语 就是那个烧烤店比方做那一个串 穿串也能挣一两千吗 挤尖的 人家给他一两千块钱 得 最少的都是那个两千 给中介挣的多 好啊 看完短片了 唐男嘉宾 你这几十点几的这个分啊 可以给咱打一下了 一百分满分 给我们女嘉宾打多少分 打分一百 你不是九十点八了 我刚才这个 刚才能跟咱们别的 说比也比 太好 好了 明白了 说不长一代一行 有信 来 我们女嘉宾 给我们男嘉宾打多少分 九十分吧 九十分 谢谢 我打八十分 你背 讲底你的情绪 不是我说在说吗 上行给你打一百分 你打一百分也是挺虚伪的 怎么也可以打一十五分 一十分以上呢 小时候练习六十分 都就及格了 开始让我们荡起双脚 让我们叔叔啊 悠起来了 心太好 好 来两位 请就座进入约会时间 这碗分你当啥呀 就是一个心情吗 我是上偶的 我离一点 孩子子女的是两个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女儿已经成家在农村 儿子没成家 今年一直在北京 就这么情况 我也是离异带个男孩 男孩跟我 也是没结婚的 那没结婚 咱家那不结婚 我才卖出这一户 咱家那不结婚 房子都买完了 在那个乡树啊你知道 你给儿子买个别墅啊 买完了 一定不结婚啊 条件行啊 这啥用啊 宝货 你收拾吧 想说啊 你们买的 你收拾也收拾得来的 要不然你就给收拾了三十千 我现在住的是吧 一楼在花园 在种菜 果树啥都有 这小日子太美了 一楼在院之前 不在院不之前 我其实吧 我吧 去工作回来自己做饭 我不愿意在外边吃 我自己 但就是不太复杂的情况下 这东西我都会做 我会做 比我强 还是有个勤劳的样子 不盘 我还挺快 我做什么鸡叶鱼叶那么 我都不会做 只能查找青菜啥的 反正我吃吧 就感觉还是良好 但我就是习算了 啥都会 哎 我们男嘉宾这怎么表白啊 不依赖别人 这样一点勤快 我们男嘉宾 使劲是表白自己啊 哎呀 这啥也不用你啊 以后你就来过好日子吧 我们看看啊 之前我们男嘉宾 到底经济过什么样的情感生活 来看一下大屏幕 胡先生曾经有过一段 特别幸福的婚姻 他一直在沈阳打工 老伴在老家种地养牛 即便是跟老伴长期两地分居 也没影响他们的感情 只可惜八年前 老伴被查出得了癌症 从那儿后 他就到处给老伴治病 花了三十多万 最后是钱也花完了 人也走了 现在胡先生的老伴 已经走了七年 越来越觉得孤单 确实需要有个人在身边啊 你说说你这又是别墅的 然后又是之前给老伴治病 花了好几十万呢 你这之前 这钱没少挣呢 听说我说 拉结的不少挣钱 他身体挺好 我觉得人家在审核粮食局上班 我上班我想我挣的少 我就出去自己干 做别的生意 那以后这个挣完的钱 要不要给媳妇攒着 我不用了 我只是给媳妇 给媳妇攒着 给媳妇攒着 咱那我之前那都是 他负责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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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人喜欢 自己不留心眼 那我一个儿 一个女儿挺满足 挺好的 我留啥 贵神花 咱能看到 男嘉宾应该是 对自己的爱人 是倾其所有了 可以这样说吗 就这么你算说对了 男一的男咋写的 上面一个天一个利吗 再吃了一点 咱家在万大广场 铁锡万大广场 买个房子 我儿子跟他俩在一起 我在台湾住 我出去干活 那个房子 我都 那我让他跟儿子在一起 那么我 那不让他做饭 他有病 体额也不 体额原先还挺好 就是累 他也是一个挺合格的男人 你看 对孩子也挺普遮的 对 对 你这个 咱也知道 你累了 你最起码老了 你多少回报一点 找个伤偶就行 我也是 那其实是这样 有一个问题想问咱男嘉宾 就是你以前可能对你的原配妻子 肯定是好的 毋庸置疑 那你要是再找一位老伴的话 你还会这样对他吗 对 你也得照样 他这个男人吧 也是一个挺合格的男人 你觉得不 没有 别的缺点 说 人说话 就知道挣钱下来 人说话就不准备 过日子 对 我看电视播也说了 有的说了 介意什么女的什么 我不的 你不会 我不会 你不能跟前人比 没有用 这个当今社会比没有用 明白了 比现实 比现实 你带着你长的苗条树女 她没活到那个时候 没陪到你白头到老 也不算拿了 明白 咱最后得找 活好后半生 这个是宗旨 不是 你这玩吧 你得掀细点 因为啥 都生活那么多年了 夫妻一场 他都是有感情的 但是他走了这边 这一个影子 永远在他脑子里 不会忘的 这是点点滴滴的 但是你现在呢 你就不能说 现在再找了 和以前那个对比 因为他说的 非常的明白 对不对 不忘是不忘 但是你现在找这个 不能拿 现在和以前的对比 这就是 你看 对 够难也玩的 那比如说 他可能身体上面很健康 但是家庭上 会有一些负担的话 你会跟他 共同的去面对吗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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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说的不可以 反正看他说话啥的 当时 当时挺好的 但是 你会不会有担心 我们 有 男嘉宾对以前的媳妇太好了 他会停留在过去的那段回忆里边走不出来 有 那你有啥办法吗 办法 我倒是没有啥好办法 我就知道 人对人嘛 一好大一好 对不 你对他好他对你好 这都是必须的 其实说到这里发现没有 男嘉宾特别人意 就用我们老百姓的话 就是非常仁义 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 尤其夫妻双方 有一句话叫什么 大难临头各自飞 但是他是倾其所有 希望能够挽救妻子的这个生命 所以呢 他这种仁义 我相信不仅仅他对他身边的人 对他的工作也是一样的 因为那么有那么多的口碑呢 就是当你看好我了 你可以了解一段时间 不是有这个过程吗 对 你可以 就像他买这个咸瓜 他甜不甜 咱吃完了就知道 我们女嘉宾 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呢 了解一下 过去的情感生活 是给了他什么样的伤害吗 女嘉宾讲述辛酸过往 台上台下 表示理解不了 孩子大就是孩子土口了 孩子说 你要是死在过别去 妈又离了 跟孩子一毛钱关系没有 我现在长得很大 陷阱 陷阱那可能嘛 自己也太懦弱了 是 女嘉宾作偶啥要求 惹得众人直发愁 因为在短片里边提到了 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 人家还没工作 爱还给我做 谁给你做 你要说帮我还点 我也是很高兴 但是一半的男人 你愿意接受在人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品牌惠名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易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好携带 说起这沙奇马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沙奇马呢 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易生菌 除此之外呢 还添加了南瓜籽 葡萄干 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酥松软糯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易生菌和坚果 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奇马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啊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沙奇马 就真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医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吃 这不才99块钱 买三盒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啊 这添加了医生菌 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奇马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染香酥软糯 里面呢用木糖醇呢 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呢 这里面还添加了医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 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沙奇马呢 今天啊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 6盒 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益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 软糯香甜 好吃不黏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精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益生菌和多种 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啊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 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呢 今天啊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我们女嘉宾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呢 了解一下过去的情感生活 是给了她什么样的伤害吗 老一辈说又越没啥 越想得到啥 其实我喜欢了一段温暖的感情 但是在我上一段的空间里 没有这种温暖 当时前夫的姐姐是我同村的邻居 介绍了我和我前夫在一起 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 后就结婚了 在孩子二年纪念的时候 他就说要出国出发 为了生日过得好一点 再次见到她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我忍住对她的思念 准备为她接风洗尘的时候 她说她在外面欠了钱 把我这一年脸朝黄土 背朝天赚的六千块辛苦钱拿走了 这一走又是十年 这是她没有去国外 而是在禁边生活 我想问她为什么不回来生活 可我却没有勇气问出口 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去给付钱了 然后拿下来拆迁款 然后她就回来了 她为啥知道你有拆迁款呢 因为她姐姐在我们后面欠过 她姐告诉她的 她姐妹子都不知道 然后她拿拆迁款 然后再也没回来 拿下来拆迁款 离婚六年多了 我一直没想再找 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弱女子能扛下的 不是所有的困难 都是一个人能迈过去的 我想找一个能携手 入住难关的人 你是那个人 我们从短片里边了解到的更多 是你们两个人聚少离多 不在一起 反倒她回来会跟你要钱 花钱 对 我也合计 要钱就给不 但是这日子肯定不能过 因为这么多年 在外这么多年一点 说没顾家里没顾孩子你知道不 孩子她从来都不管 十年前我就提过 就是在离婚的十年前 我就提过离婚 人家不离 人家不回的 嗯 脚髮够不痛 是吗 我就是脱发 嗯 但我觉得作为女人 应该能感觉到 老公心在没在家里 提过 我知道她心不在我身上了 要不然不可能说 家里一点都不过 早 她这个小善言小花 应该是个 要要欺欺欺的小女人 嗯 但你俩分开这么长时间 你可以 可以离婚呢 打到你的想法呀 我不合计 一开始孩子孙儿小 孩子孙儿小吧 你说你要起诉是能离婚 起诉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这不做妥妥妥的 孩子大就是孩子土口的 孩子说的 你要是实在过不下去 妈你就离了吧 跟孩子一毛钱关系没有 就是你自己 还给自己留一寸希望 说我的理由 就是因为我为了孩子 当时是咋 她也能为了孩子 我这个婚姻就还能持续 只要不理我俩 就还是两口子 当时我就合计啥呢 就是她哪怕说 跟国外回来了 回来了不走了 跟家找个地方上个班 对呀 好好过着日子 对呀 我也可以接着过 这是正常人的思维 你想的没错 但是你才没达到这点呢 真是的 那就立呗 管我说不一定正确啊 他指定是不爱你 对 没有爱吧 他爱你 不可能 他不玩家交钱 对 他在交钱的情况下 他就有他儿子 关键你一个男人在外 有单身一个人 你能欠人那些几方 那不可能的事 不能 那你问我 那不下感觉 对呀 那你欠几方 那可能嘛 不但不爱 而且连点责任感都没有 对对没有 在外头最起码他男人 他没有机会 他最起码他得成家 他都 我说了 我说离婚拆钱款给你 我说离婚之后 你要是偷给我离婚下 我不就把钱给你 钱谁也不给 就给韩阳子留下 这准备我哪就离了 离 他不还是对你有难过 啥都没有 要不为啥不离呢 直接一共上就离了 他不是听明白了 人家为了离这笔的款 回音于土了 他要干真行的 搞点什么买卖 干点什么事业 你支持他也行 我相信大哥有疑问 我们也有 首先你说的 他不回来 然后他在近边生活 你不好意思张口问他 为什么这样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就是你离婚的时候 你明明像刚才大哥说的 可能以各种借口 要你这拆钱款 你就什么也不问 你就给他了 你阿姨给我告诉你 你给我把我告诉你 你给我把我告诉你 你这两个疑问 对 你离吧 那你说一声 你干啥呢 你给我钱了吗 你管你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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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你才懦弱呢 他是不是说强烈 要跟我要那个拆钱款 我也不是说 就那么狠心 啥叫强烈呀 人家长得很大 胜大呀 上一班 不是 我上一班回来了 下一班回来了 下一班了 他不要你睡觉啊 他跟他耳边堵囊磨叽你 提到呢 不纳事 不纳事 但是最后有一点 我却要提示一下 不仅仅是你 因为他可能以某种借口 说外面欠钱了 然后你要把钱给我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离婚 这是一个借口 但是如果他借的那个债务 你们虽然是夫妻 他借的那个钱 没有用于你们共同生活 跟你没关系 你知道吗 我没关系 对 我就告诉你是在法律层面上 他是背着你借的债 你不知情 对对对 没有用于你们的共同生活的话 这个债不是你应该还 你也不应该承担一半 人家不是当时他不是这么说的吗 东西来了最起码的有我一份人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说他家不是在那里 毕竟结婚那么多年 人家说有他一份 那二十万不给儿子 还给他呢 我就说你怎么傻子 那给孩子六千 谁也不给 其实女嘉宾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 与其说他刚离婚了六年 不如说他自己单身已经将近二十年 因为这么多年呢 女嘉宾没有得到男人的呵护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真的 而且他真正离完婚之后是 非常非常难 男嘉宾你知道吗 他一个人带着男孩生活 而且还没有固定的工作 因为养育儿子嘛 背负六万块钱 因为在短片里边提到了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面对 生活当中的困难 那给他六万债给他还了没 你说的这个困难是不是 伦伦刚刚提到的 你这六万块钱的债务 啊 还没工作 二十多岁左右 谁 谁给你处处处处处处 这孩子半个月后 那二十多岁也不大师啊 那还要是上来上来 那个钱怎么办也要 给不给呀 俩人在于感情相处对不 嗯 处的感觉要是在一块的 感觉好了 是不 嗯 你要说帮我还点 我也是很高兴的 但是你要是实在不帮我还 我自己护到那边 我也不说啥 啊 我就是这个想法 哦 明白 咱们也不着急说 要我们男嘉宾 马上就有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我们听听 同样是女人 啊 也经历过生活的酸甜苦辣的 咱们一是女嘉宾们 看看她们咋说好不好 来咱听一听 男嘉宾吧 如果是选择了女嘉宾 嗯 在一定的经济调试下允许的话 也应该给她承担一点的负担 但是女嘉宾吧 也挺不用意的 这么多年自己 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 也挺苦的 她想找另一边 也是为了减轻一点负担 也不一定全是减轻负担 嗯 最近马上跟你讲 她老了有个一号 嗯 路上都有个一号 就是两个人走一块 如果说她处得好 嗯 这你拿呢 就是情意 不拿也是本分 放我去这么想的 这点我再也不拿是情意 就是说定你要说处得好 男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挺开心的 嗯 有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帮一帮她 但是你不帮呢 也无可后悔 嗯 我就这么想的 咱一号女嘉宾 你觉得在择偶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女士有这样的负担 会不会成为她找对象的一个阻碍 会的 哎呀我一想想我脑子都疼 我就想养老呢 你怎么还给我整这么多事 会不会 会的 会的 她一号女嘉宾 学的也对 也对啊 也对 也对 但是如果是娶惠压了的话 嗯 不帮助吧 她有着 哎 过一不去 她可能造成矛盾 哦 哎 如果是 这么帮吧 有时候还没有那个条件 这个是吧就是 按照我自己的定期来源 定期条件 我允许不允许能帮上她 能养住她 哎 前提下 我可以选择她 我是一见中心 我就不考虑别的了 哎呀性情中人 你既然我选择了她 嗯 我娶回家 我就要挨她 我要挨她的一切 看我呢 如果我的条件不允许的话 她就是个县女 我也养不住 我也不能娶回家 哎呀 靓丽而行 对 嗯 咱密室里边两种声音 咱也都听到了 也代表着一大部分人 我娶回家的天生 我不能打应 我给你换宅 一旦换不上 肯定得有矛盾 对 对 对 但是你却没打应她 在生活起来 我从心里来疼你 我得棒一棒 她感到挺幸福的 还得问她男嘉宾 你怕没 我没怕 我都对 爱摩你怕了吗 没怕 没怕 我都坐下了 没怕 啊 这会儿没走 就说明行 是吧 遇到那心眼儿好死咧 好死咧 好死咧 嗯 很能帮 心眼儿好死咧 能帮人 也能 也能 碰面心眼儿 没有别的负担 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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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半的男人 不愿意接受这样的 要说有疑问吧 有 有 人家是对于我来说呢 也不是事 什么不是事呢 俩人处好了 嗯 他不可能不说 这个 这个 付出 人家也没说 有付出 就有回报 对 这个是当地的时候 是我 那是那么学习啊 这个吧 咱不能那么 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那对了 对 你先过来两个人 另外一个人 不太可能 你过几年了 现在不能 我觉得女嘉宾 和男嘉宾 你们两个人 这么实在 的确是在相亲的 这个方面 占有很大的优势 另外一个我觉得 人家帮你啊 那是情分 不帮也是本分 所以呢 在这些方面 不要过于的寄托 过于的强求 如果真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还清债务 去结婚的话 我觉得这个目的 应该稍稍改一下 另外一个 我提示一下男嘉宾 咱们什么事情 坦然面对是对的 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钱财 安置好 如果要是真的 这个女士 可以和你共度一生 可以去帮她 但是如果 要是真的有遇到 什么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对 这话姐姐不要不高兴啊 理解 理解不高兴 不也说了 还是情分 不还是本人 对不 咱也没说强烈 非得要求也没给我还了 你只是抱着一个坦诚的心态 但是我有这个 那啥你必须得知道啊 有这个事儿 你得知道啊 对啊 今晚你不当的事儿 至于我挣钱 我可以自己慢慢还 我可以做 对不 这句话我觉得给你点在 我觉得这想法啊 只要结合在一起 那肯定在尝诞你 我们说说 你是好样的啊 你是好样的 咱们女嘉宾感受到你的温暖了 那现在你还有没有什么 要跟我们女嘉宾说的 像你说这个吧 条件不太可可 不太可可 但我的想法呢 我得跟你说 像你说这个 我也得跟你说 我本身有病 有这个病 你介意不 你介意的话 你不能往下再谈 像你假如说 像你说这个鸡 那可以还 不能立马就还 得有步骤的把钱走 像卖布似的 卖了这部 你卖那部 同意同意 但是 在人们也不能说 在人们的言之常情 这个得理解外 所以这个得懂 男嘉宾的困难也摆在这了 他身体上面稍微有一些疾病 但是据我们了解的 医学方面的知识 不影响其他的健康 这个您也认真考虑一下 请起 文文哈点给你说一句 我就刚才不喜欢你那一点 我不希望你赤裸裸的给一个 还没在一起生活 谈恋爱过程当中 就给一个很肯定的这种承诺 你可以含蓄一点吗 我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都不是事怎么样 你就六千也好 六万也好 不是我觉得他这相处当中 你可以给相处之后的程度 站在舞台上我觉得不合适 人家说了慢慢缓 你一次性呢 那不好使 都已经有计划了 我们男嘉宾是开着爱情大棚车 来到了我们爱的选择 遇到了这位他愿意付出一切的女士 接下来会怎么样 其实都不知道 因为相亲见面聊天是一回事 静下来自己要再慢慢想一想 来我们先回到密室 但是稍后再对吧 是好吗 来这边请 男嘉宾时尚 是吧 咋咋都行 只要这些人我看好了 他也挺实惠 但他就是处理问题不行 那你就得教他呗 对不 这两个人相互来嘛 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 也是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 哎呀受气受委屈受多了 一点点也要学着成长了 你先送他 不行吧 不行吧 你能说还行 行 我看挺好 这也是挺本算你 嗯 还真不错 不错 咱们翻PR 这是第一位约会女嘉宾 接下来呢 您得选择第二位约会女嘉宾了 稍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男女嘉宾彼此是老邻居 于是女嘉宾吃醋不已 咱俩加微信了 加微信不已 应该是加附近人 接来多方便呢 嗯 最好牵手回家 那多好啊 您想着我 那为您的忙 你肯定好 不是 女嘉宾提及精力 难掩情绪 男士温柔适 竟显甜蜜 他真是残酷 我得贴二老邻居 千万不要强求自己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近带近 看远要摘近 走路不能带 外出还得随身带着 如果带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 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 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 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历经68道工序 才能定制生产一副 合格的新型花镜 我叫尤秀英 今年73了 因为我的眼睛散光 很早就戴上散光镜了 退了休以后眼又花了 我又买了老花镜 戴上散光镜 出来进去还行 在家里做点活 闹点什么的 看个书看报纸 不就不行了 我还得戴花镜 两个来回地画 再小点字呢 我就两个一块戴 俩眼镜套在一块 压得比俩更厉害 两三副眼镜得拿着 来回捣换可不方便了 从17年吧 我在电视台 蒋大为戴着眼镜做这个广告 我说去电视资讯去吧 我就去了 由于通过检查呢 咱们的眼睛是 远视散光加老花 您的眼睛的话 以前不是您刚才跟我说 戴一个散光镜 看远处 看小字的时候 开始是用一副普通的老花镜 后来还得用两个眼镜套起来 因为老花和散光都有了 是不是 咱们超视力产品呢 它呢 是上三分之一是看远处的 下三分之一是看近的 自上而下 它是有一个度数变化的 渐进多焦点 就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咱们可以变色 变色外出的时候就可以有颜色 不用怕嘴外线晒了 戴上超视力眼镜以后的游阿姨 每天跟姐妹们在一起跳跳舞 散散步 再也不用走到哪儿 都随身戴好几副眼镜了 看书看报纸也是这一个眼镜了 看手机玩手机都这一副眼镜 我感到特别的方便 这就是咱们眼镜的好处 我给点赞 我特别高兴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只需一副 看书走路开会开车 看远看近 一副眼镜全解决很方便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现在拨打400-100-6565 预约可享受免费视力检测 免费验不护理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欢迎您来到我们爱的选择 咱们帮您找幸福 那其实现在我们男嘉宾 该选择第二位约会女嘉宾了 你是一号 一号女嘉宾 在电视上老能见到面的 今天终于是 好有请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王洋 我是做一屋工作的白衣天使 好欢迎您 她是个独身 王英阿姨这脖子这块怎么了 我这地方起了一个截着 然后就是有一点感染 大动干戈的 吓一跳啊 知道了 我去年十月份 我去年十月份 出去上门给患者炸针 骑电动车 玩我这个一拐挖的时候 那个电动车 不是那个四驾车 他一开门把我腿也打了 完了也没做手术 半月板有点晚了 那现在我看你走得还好吧 走到吧 还可以就是慢点 你走一走 我看 就是慢 看着思思纷纷的 没有觉得还好疼吗现在 就是上台节还可以 下台节就感觉到狡胸 就是好像没有劲儿似的 那个 其实我们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们真的特别心疼 所以呢 你出诊在外为别人服务的时候 我们要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啊 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才是 是 我就渴望找一个男的 就是能心得好 我也不突然了 他心里有个伴儿 我的妈去干啥呢 哎呀 咋还哭了 他从来没有过呀 今儿咋还哭了呢 他就是心里现在 特别特别让他无数 特别的残酷 我也得提二老爷 太激动了 哎呀太不容易了 那个之前没有见过 他有这么大的情绪 真是 真的从来 我刚才就是一句话 我没想到你的情绪波动这么大 有的事吧 男的女的 才组成一个亚 才组成一个合理 对 家庭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梳解我们自己的心理啊 我那时候讲了两次手术 不都是我自己的 不得不常 蹦来蹦去的 所以 我那时候管着我那时候管着 我那时候管着 千万不要强手自己 不要 没有 你使劲蹭 没有没有 咱是老乡还是 是 我们两个两家都隔 我看是不远 我才那个 那什么 我才观众你 不老那个 不开心的 老开心的 今天爱的选择 你来了 咱老开心的啊 老开心的 最好牵手回家 那多好啊 我跟你说 哎呀乐的 黄姨 你可能是不是有件事情 你忽略了 你真的对你旁边这男士 没有一点点印象吗 他俩见过 他应该有印象了 有没有印象 见过吗 咱俩加微信了 应该是加附近人了吧 对 加附近人 我看附近人 他加上微信了 结果 他把你又给删了 这是啥个过程 他把你给拉黑了 这是你说的 对 这男的加他的微信了吧 他又给他删了 你俩是多加那边啊 我不能说 但就是删我微信的原因吧 唯一一个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加了一天了 或者两天都不说话了 我都没说话 我都加完微信 都一一个都没说 那你俩不说话呢 他就把我删了 但我的人 我的好男人 我就是都没生气 那没事 加了附近人之后 一般呢就是 互相问个好问一问 彼此的就是家里的情况 他一天也没跟我说话 我认为这人 就挺有意思 挺可笑的 我还没有诚意 我就可以删了 不行的我都不接受 我害怕 不敢量 就可以删了 你这 结果他因为是好男人 不主动搭讪 你不主动搭讪 你主动加人家干啥呀 那个就是打字 打完字 我就他问 给我问上好 我也问他 我说你是离我挺近 就完事了 我这 接来多方便呢 行啊 我白天有事 没时间 我也不能瞎聊 为什么去上这个IT选择呢 这是有点安全感 这些麻倪 这些麻倪 你们给他把头一灌 不善不思议 咱不敢接受 虽然你很了解 我们王英阿姨 但是我们依然是 要再看一下大屏幕 看看他的生活状况 15679号 王英58岁 沈阳人 丧偶 医护工作者 无住房 子女已婚独立 我是一名护士 来自沈阳 我的名字叫王英 白色衣裳 彰显着无限的魅力 轻轻的微笑 欢发出迷人的色彩 精神无视 奉献了一生责任 天使之常 代表着生活希望 生活中 我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 这跟我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 我曾经是一名护士 多年从事医护工作 退休后 我现在做上门服务 我的爱好不多 我喜欢看书 听音乐 旅游 即使爱好不多 但是我也快乐地活着 忙碌的生活充实而美好 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倍感孤单寂寞 所以我再次来爱的选择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我的另一半 还给对方打分吗 打分 你可以打多少分 我这个吧 刚才那位你也挺了 那位美女啊 100分 你也是一样 100分 都一样 那必须真的那样 为什么 我也没想到我们 为了你们玩 不是 我们一号女嘉宾给我们男嘉宾 打多少分 95分 95分 来 两人请坐坐 进入约会时间 我们看看我们女嘉宾的情感生活怎么样 我和前夫是惊人 介绍认识的 交往几个月后就结婚了 可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意 都是信任和坦诚是一段婚姻 最基本的前提 而我的婚姻却充满的谎言 我以前的爱人 喜欢杜博打台球 喜欢喝大酒 给我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我也给过她很多机会 去改掉这些恶心 可结果不尽人意 她变本加厉 我提出了离婚 婚姻的失败使我伤害累累 离婚后 我开始一个人的生活 为了儿子更好的成长 我对婚姻也失去了信心 我来爱的选择已经好几次了 但我依然对未来 抱有期待 相信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一起走完余生 我想找到另一半 要诚实守信 用耐心互相尊敬 你是我想找的那个人吗 这段时间啊 从上一次离开我们节目到现在 你有没有谈过男朋友 没有 没有 那你有没有通过 就像你嫁我们男嘉宾一样 有过聊天 有过 有吧 多吗 不多 聊得透彻吗 不透彻 不透彻 就是有的人说话 就是今天说这个 明天就说那个 就是一点不靠私那种 有的男嘉宾 那咱男嘉宾您平常通过加附近人 加过几个我们阿姨说的老太太 老太太啊 没嫁过 我就嫁过的她 我说实话 不可能 今天回家 你怎么回家 你怎么回家 你说实话 那实话 真实话 你看我附近人打开你看看 他有多少人 你已经没事了 你有男的回家 真的 我不是随便乱家 我说吧 这事我知道 我跟你讲啊 男嘉宾有自己小心思 他自己打开辅家人 他接受别人加他 但是他别人加他的时候 他说得看看这人 他入不认演员 或者是能不能是有啥事找他 但是那天加我们 王莹女士的原因 你是因为她是上过爱的选择 对对对 别的都被多讲 别的都没有 这个女的也是 加她伟心善雕 善雕的干啥呀 有一天加一个比我孩子很小 我首先我就问多大了 因为年龄不在一个频率上 我就会给她散了 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注 我说我们年龄不在一个频道上 三十四岁 七宝秤的 我说你都没有我孩子大 完了他说你是渣女 那你就说了他就开心 渣就渣吧 我渣就渣了 你都没有孩子大 我肯定不能和你聊啊 你兼着棉人呢 听着小花老说呢 是中间还有个阶线 就像咱们上你这来 这些妈还有点安全感 你这些妈 你退不给咱把惯了 是什么业 是哪个业 干什么的 他怎么再等你 再详细地学一点 再通过这个视频 上来见给你 老老说 对不对 你那个都是陌生的业 你填那黑白的都有 现在这个社会多复杂呀 有了老伴之后 有了男朋友之后 你想不想把这个附近人 那功能关掉 可以 我我我更能关掉的 来 咱问问秘诗女嘉宾 大家接不接受这种 比较现代的交友软件 我就感觉不太现实 毕竟那种远见都是很陌生很陌生的 之前我也有的远见遇到过那种远见 但是我感觉他那里头的聊天很 怎么说很涩那种嘛 反正我就卸载了 就不正经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我不赞成那种交友软件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认为在那里边聊天的 沟通的都是不正经的人 也不一定都是不正经的人 但是你最近晚上里头有 有很多是抱着那个目的去的 就觉得不怀好意呗 对对对 其实年轻人有的也是能接受 有的不能接受 他们有一部分人还靠这个 真的能接受的 还靠他找对象呢 人也有成功的 如果你那个软件 你附近的人 是为了你的生意 因为你是拉脚嘛 是吧 你为了你的生意 这是工作所求 这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是情感上 我觉得大哥 这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那个吧 就是你 我要是假如跟你牵手了 这个我可以 就这个我都可以不要了 我看他应该跟这个牵手 你俩牵手了 一号女嘉宾说了 把我认为不妥的人全给我删掉 对对对 行吗 这样好难也不干干啥 这个吧 给女方最亲马 那有个安全马 这个一点我不再拿 你看 这不就王爷爷就笑了吗 王爷爷说没有 那你也不知道 那我拉脚有 那微信那是女的 那找我干活的 那我不说可以不 其实在社交软件上 有没有找到真爱的 有 比例有 但是很小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谈我谈 你的封面 还有你的照片 或者你的一些视频 不知道是不是 你背后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因为他是虚拟的 你只有到线下 真实地见到这个人 这一堆一块 是什么样子的 你才知道 我的眼睛才是真正的 能够了解到的 至于这个交友软件 这个事 要不要继续有一些 不认识的陌生女人 你还要不要继续沟通 这个事 建议 不要跟陌生人聊天 因为现在老年人的电信诈骗 特别严重 就这个事防不胜防 你都和爱的选择 能找老伴的 你还跟他们唠啥呀 什么女性的朋友 咱不需要了 好吧 对 这里最安全 嗯 还有啥要问对方吗 二位 我没有问题 没有啦 人家胸脯也都拍啦 你要的我都能做到 好啦 二位 那请起 疼不疼 那 还是有点 嗯 慢慢恢复 真的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 出外行走的这个安全 千万别摔了 摔这一下得恢复好长时间 安全第一 当然了如果身边有个人陪你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孤独感了 咱们也是那些泪水就能变成那种激动的幸福的泪水了 是吧 王阳阿姨 希望你在今天就能够牵手一个疼你爱你的男人 好不好 咱们先做休息 咱一会再回来啊 咱男嘉宾是第一位约会了一个甜甜的小妹妹 第二位约会了我们电视上的梦中情人 嗯 那这两位谁能跟我们男嘉宾最终牵手成功呢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有请二位女嘉宾登场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我们男女嘉宾选择其中一道你最关心的问题 来问对方 一你有房子吗 二牵手后俩人钱财怎么分配 三多长时间换一次床单备照 四你会拿我和前任做对比吗 五我不想大伙过日子你同意吗 六最想去哪旅游 来我们男嘉宾先选 我就选那个你会拿我 四你会拿我和前任做对比吗 对对对对 不会 不会 我也不会 也不会的啊 来我们一号女嘉宾选一个问题问我们男士 我想问第五题 我不想大伙过日子你同意吗 能不能出道一块队吧 不能出道一块队心不稳定的时候 你就不能期待你 对不能大伙 不能大伙 大伙不成夫妻 那是临时没有保障 安全感没有 当你俩人可靠了什么安全 二号女嘉宾选一个 最想去哪里游 要是愿意旅游 有旅游的地方那也行 能旅游 那没事时间没事 你应该说有你的地方我哪都去 对有你的地方我哪都能去 那次 你看 那我不得跟星星跟月亮走 他俩过有负担 对 经济不充足 虽然心里边有很美的期待 但是咱得落地 对 对不对 爱的考验 问题的难了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这朵花会送给谁呢 谁是我们今天叔叔心中的那个人呢 稍后为您揭晓 来 三位 背对背正好 当我倒数三个数结束的时候 喜欢他勇敢地转过身 好吧有点负担 我有那个男女不能接受 因为他去鼓励拉脚干啥 挣一点钱 你才能想中你 心动倒计时 三 我也合计 交钱就给不 但是这日子肯定不能过 因为这么多年 在外这么多年一点 没顾家里 没顾孩子你知道不 孩子他从来都不管 反正我说不一定正确 他指定是不爱你 对 他爱你不可能 他不玩家交钱 对 二 咱是老乡还是 是 我们两个两家都搁 我看是不远 我才那个 我才关注你的嘛 除了那个不开心的 老开心的 今天爱的选择 你来了 咱老开心的啊 一 请选择 一位是甜美可爱的二号女嘉宾 一位是缘分未尽的一号女嘉宾 男女嘉宾能否勇敢转身 为爱告白 爱的选择 答案马上揭晓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吃得了痰 吃得了痰 针得了壳 针得了壳 平得了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敢于上场 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 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中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慧 心动倒计时 三 二 一 请选择 你说两个人到三了吗 到三了 请选择 到三了 我还没听到 哦 现在呢 请用行动来告诉我们 说她不想 那个 那个她就转身 你看 给她了 哎呀给她了 亲爱的 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好 妈 那个又忘 哦 我先问一下咱们 王仰姨 你咋没转身 哎呀 她咋不干呢 她太没了 因为我现在是怎么样嘛 就对自己没啥信心 就是被给人对方添太多麻烦 你不能这么说 你看 我们二号女嘉宾 她也知道 我可能会给对方添麻烦 但是她还是自信的 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 转身了呀 对不对 你没转身 我还没问没到啊 嗯 就相当于你再一次 在你的生活当中 把我们男嘉宾删掉了 没关系啊 我相信就我们王映阿姨的性格 受那么多广大网友喜欢 一定也有一个喜欢你的男人 会很快走到您身边来的 好吗 姐姐 谢谢 因为你之前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我们都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加油好不好 对 一定要加油 好好的生活 哦 是这样 因为一直是一个比较刚强的人 现在觉得心理的想法 身体没办法配合 有点力不从心 所以有点傲丧啊 那不要紧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摔一跤 撒月没缓过来呢 你再回去缓缓 咱等你 爱的选择这不在这呢吗 这个舞台就是你娘家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等你啊 阿姨 加油 来 抱一抱 不哭了啊 好 不哭了姐姐啊 咱们今天要坚强啊 不管怎么样啊 你二位的牵手呢 也是我们看在眼里边 祝福在心里边的 祝你们早日步入幸福的殿堂 好不好 来 再见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 那以后就是不能说百分百的 你那个加倍的偿还 你不能 我得对你 你就满意为止 家有钱内住 健康我守护 我是来自沈阳的王莹 我想找一个素质高的 有正能量的 身体健康对我好的 男手尾巴 我想找一个有素质的 品身好的 心眼好死的 对人负责的尾巴 如果说年轻人的爱情 是你浓我浓花钱月下 那么老年人的爱情 可能是在一起相看不厌 两个人相处起来更舒服 很开心今天看到了 一对相爱的人 相吸引的人走到了一起 当然如果你也相信爱情 爱的选择的舞台始终等